黄磊老师那时候我得叫安非分得叫师爷 那他的学生叫过我 对因为我的学生是他以前的班主位 欢迎黄磊在一个圈里的位置有多高之前少 可以这样来描述 不管是已经出道的新人 或者是已经有了代表作的优秀演员 见了他之后还是需要尊称一身黄老师 除此之外 在圈里已经有一定地位的导演或演员 在他嘴里依旧称呼的是别名 比如叫赵榜刚大猫 称呼送的那位长衣 就算是华裔总裁王中磊 他都只呼叫磊磊 其中像黄磊这样有有名气有实力的演员 论辈分也得叫黄磊师爷 因为黄磊的学生曾经是他老师 现在的黄磊看起来算已经成为了 只是为之状态战争中年男人 可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那可称得上是偶像 1990年刚刚考上北电他 因为长相比较出众 边被陈凯歌选中 有了出演电影的机会 于是他便成为了电影边走边唱里的一员 或许是因为老天赏饭吃 出演过这部电影的他红了 红到就连发型都有人模仿 1995年 当陈凯歌和张国荣合作 要办歌声时 因为缺少一个男二的位置 后来无意间张国荣见到了黄磊的演技 便决定让他来出演这个男二 后来又和周迅合作人间四月天 在其中饰演徐志摩 以至于现在只要大家一提起徐志摩 第一个会想到的人肯定是黄磊 也是因为自己出色的表演 让当时已经在读演的黄磊 直接就成为了学校的助教 毕业以后直接留下当老师 也就是在校教授这十几年里 他奠定了自己在娱乐圈的位置 当老师第一年虽然只有26岁 可是随身们都很怕他 也都不敢逃课 直到现在海青已经毕业拍戏好多年 当再次见到黄磊时 还是会觉得害怕 而且谢娜也曾经说过 黄磊曾经给他留散过很深的阴影 也正是因为他在娱乐圈地位举足轻重 所以在参加节目时 大家对他都很尊重 但是反观黄磊对来做客的嘉宾 是什么态度 那就取决于嘉宾的背景是什么了 在有一期向我的生活中 当他听到来的嘉宾是陈飞宇之后 便马上显示出了自己一百分的热情 不仅热情打招呼 还闲聊了一小伙 甚至还抱了一下 后来陈飞宇所享受到待遇 完全是最高级别的 不管他干嘛 总是可以得到黄磊威奖的肯定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记得 你小的时候我是不是抱着你呢 对对对 咱们特别特别多年 而且在节目里也多少次提起 陈坎哥是自己恩师 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爸爸是陈坎哥 应该也没有这种待遇吧 可明明在一年前黄磊对圈里的新人却不是这样的 在面对他们时 直接表示因为不熟 所以对他们不会很热情 更是用上了费力瞎扯这四个字 可以说黄磊对待陈飞宇和其他圈里新人的不同态度 让他灌上了一个势利眼的名声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是黄磊不带见圈里新的人 因为当时在张静磊来的时候 黄磊却十分关照 那个时候黄磊刚刚做好一道菜 张静磊见状便想着递一下盘子 结果不知道是张静磊没拿好的缘故 还是黄磊的原因 把做好的鸡脚鸡撒了一地 张静磊这时候明显很慌张 有点不知所措 后来大家纷纷安慰他表示没事 黄磊也说是因为自己没绑紧 之后黄磊为了能安慰他 还特意从地上捡了一块吃 但黄磊之所以对他多有关照 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背景 因为他虽然年龄小 但是却可以跟着周旋这样级别的人物一起上节目 而且出演的第一部电影还有陈坤在帮他努力宣传 最后一巴才发现 原来张静磊是周旋和陈坤旗下签约的艺人 因此很难对他不照顾 至于之前黄磊对新人说出那样的话 也是因为突然要多做十几个人的烦 因为蘑菇一直以来遵循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要求 当时就算陈和提出要吃浮跳墙这样的大菜 黄磊也基本上都满足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要给自己的老朋友做烦 那暂时没什么问题 可是突然要给自己都不认识新人做这么多 难免就会有点情绪了 大概也就是在这种心情下 黄磊才说出那样的话吧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那样对自己女儿多多的话 应该就看不到他现在优秀的样子了吧 毕竟多多在三岁时候就可以说英语了 九岁可以自己读英语书籍 现在他更是可以给全英文的舞台剧当导演 可以说为了多多全面发展 黄磊也是煞费苦心 此前早就在北京顺意买了一套房子 为了只适合李思青成为邻居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 黄磊从来眼里融不下一颗沙子 直接就把多多送进了北京最好的私立学校 后来又转学到了一年学费有30万的 北京顺意国际学校 当然了最后的结果也很是明显 多多并没有让人失望 英语口语的流利程度真就让人惊艳 除此之外 多多对表演也有很浓厚的兴趣 之前就给赖声川导演提过要求 希望在话剧暗恋桃花园里 给自己找一个角色 现在多多不仅是在钢琴绘画 还是表演上都有了一点小成就 但有时候却因为染头发达尔丁 这样的事情被大家诟病 其实这些都可以理解吧 毕竟多多是个女孩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再说了即使多多做了一些 超出这个年龄该有的打扮 但依旧没有影响 人家变优秀呀 所以多多也只不过是在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罢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留言